在拳皇九七已经出来二十多年的今天 你觉得大门到底算不算五强 大猪在跳 还在跳 这把看得很精准 直接偷下盘 跳起重拳之后 这一波跳跌过来 好 下一两点直接 升龙 打晕 厉害 一道晕 节奏挺稳的哟 好 我们看手底的大门这个角色 大门这个角色 很多人还是喜欢用他来手底的 毕竟爆发高啊 刷得又远了 这一把 青红再蹲一个岩石头 居然自己这个千鹤露出了破绽生龙 导致直接被秒了 刚才这一套下来也非常疼 是吧 而且还可以接上一个八个阵 你要说手底的话 手底的角色就是要有爆发 大门刚好就是这一个高爆发的角色 刷了之后又可以震舒服的压披 大门的 点位也打得不错 好闪身头上斧 一堆动作呀 好抓一个后大影跳西滴 短里头 震过来 好接下来是打真七啊 很多人都在直播的时候问羞羞说 哎呀羞羞啊 那个 真七跟大门到底谁更强啊 其实不好说吧 你要说一定要争一个高低是吧 我只能说可能真七略强吧 是吧 他多了两个折嘛 是吧 一个是近低的折 一个是抓头的折 另外的话无者认就不用说了 天生自带无者认 但是呢 他也有一个弱点是吧 他的对空能力没有大门好 爆发的话 大门要更高 好 踩头蓝之山 再来 短里头过来 斩气压制 加快速度压制 好拍一个 哎呀 三四六三星的对空 再震 再拍死厉害 好 关注羞羞 不许走丢